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的建筑学者 李清志老师与谢忠哲老师县长对谈 并且邀请中泰美术馆总监黄山山总监来主持 带领我们一同以建筑巡礼的方式来赏西 安藏中泳建筑师半世纪的心血大臣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下半场的节目主持人 黄山山总监中泰美术馆黄山山总监 欢迎 今天在场的贵宾还有现场的许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泰美术馆总监黄山山 那今天非常开心在这边迎接安藤老师跟龙先生这边的分享 然后还有各位在现场与我们一起了解 以及亲自安藤老师他的思想跟他的人生 经历 那中泰美术馆成立于2016年 我们在过去这五年多当中 持续以建筑展 艺术展 来跟社会大众分享 关于城市发展 关于城市的议题 还有人跟城市之间的各种关系 我们透过展览邀请许多的朋友 与我们一起去思考城市发展的未来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回馈以及讨论 也因此今天就是一个这样非常宝贵的机会 能够与各位面对面一起来思考 关于建筑还有城市的内容 在这一次的安藤忠雄老师的各展当中 我相信许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 受到老师对于这个人生永不停止挑战的精神 而拥有许多的感动 除了这一位建筑大师 他所带给我们如同青苹果斑 永远青春的心情还有精神之外 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学习到 或看到安藤老师 他在这过去六十多年当中 他如何跟城市对话 他如何与社会大众一起成长 一起解决问题 那这个也是中泰美术馆 主办这个展览最重要的目的跟原因 那今天除了跟各位分享安藤老师 刚刚精彩的演讲之外 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邀请了李清志老师跟谢忠哲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 从两位老师专业的角度 他们看到的安藤大师的作品 以及他们的人生 跟我们社会 还有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邀请李清志老师 跟谢忠哲老师 分别以三十分钟的时间 来分享他们对于安藤老师的一些 平息还有分享 那最后我们会有三十分钟的对谈 那也会留一点点时间 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 也欢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心得 跟任何的问题都很期待 在这个机会能够跟各位进行交流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李清志老师 来为我们分享 那清志老师他目前担任建筑大学 建筑系的任职的工作 来分享他非常多专业的建筑的 学习跟学生的交流 那同时他也是在台湾 非常知名的都市侦探 在老师许多的著作当中 都可以看到对于许多的城市跟建筑 非常与众不同的观点跟观察 那第二位分享谢忠哲老师 他目前是想工坊的负责人 那大家应该都非常了解 不仅仅是清志老师写了非常多的书 谢忠哲老师他也翻译非常多的书 也有许多的著作 那今天就会透过两位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那接下来先请清志老师上台 谢谢 你看我带了一个清苹果 因为刚刚你看到安藤他的桌子上 放一个清苹果 那么我也带一个清苹果过来 等一下每一个上台的 都会带一个清苹果 那么也是我们这次展览 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安藤仲虹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 我们都心里面会有一颗清苹果 这个清苹果就代表着青春 那么青春不是年华 青春是心静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纪 那么心里面都要有一个这样的热情存在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我其实也是借着这个展览的机会呢 我重新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去跟安藤忠雄的作品相遇 那我怎么样去认识安藤忠雄 然后我从安藤忠雄的作品 还有他这个人身上 我有得到什么样的学习了 那其实在 我先讲就是说很多人都以为我是留日的 那谢忠哲老师还有黄珊珊 他们都是东京大学的在东京大学深造的 那我其实不是留日的 虽然我我常常去日本 然后我也写很多跟日本建筑有关系的书 那事实上我其实是留美的 那我一直在大学毕业以后 到日本去建筑旅行之前 其实我对安藤忠雄其实完全不太了解 因为在我大学的时代 那个时候80年代 学校里面是不谈安藤忠雄的 那你也可以知道 那个年代里面 安藤忠雄其实在那个年代 还没有真正展露头角 所以等到我从美国回来之后 我开始教书之后呢 那后来我90年代 我才开始到日本去做建筑旅行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才慢慢的认识安藤忠雄 然后我才开始 去研究安藤忠雄的作品 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开始跟大家来谈 就是我怎么跟安藤忠雄的相遇 那大家都现在都很怀念京都 因为京都的确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很多人问说 如果疫情结束 那么你第一个想去的城市是哪里 常常我就会就很 这个题目太难了 可是呢 我会想说 如果是京都 我还是会很想去 那么京都是 对我来讲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对我的美学的 美感的启发的一个城市 我去京都的时候呢 特别是在春天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那个京都的樱花盛开 那整个鸭川的旁边 都是那个垂枝樱 非常的漂亮 在那个地方呢 我就突然想到 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读的诗 那个诗上面就写着说 梨花蛋白柳生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南一株雪 人生看得起清明 那其实我们在中学的时候 读这个书 根本不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 老师也不会教你说 这个诗的意境是什么 从来不教你 他只教你把它背下来 然后考试会解释 会写那个注释就好 结果我到京都之后呢 我在那个櫻花盛开的櫻花树下 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 就是说我好像懂这个诗文 而且呢 我在那一刻我突然跟古代的诗人 好像心灵就相通了 从那一刻开始呢 我突然觉得 我就懂什么东西叫做美感 所以京都可以说是我美感 让我美感觉醒的一个地方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去了京都有一条小的运河 叫做高赖川 高赖川是古代的运河 那么它是跟鸭川是平行的一条小溪流 然后现在运河虽然不使用 可是他们还是把它保留下来 这个高赖川你可以看到在櫻花盛开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漂亮 那旁边呢 就有一栋安藤忠雄在80年代 他很早期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呢 叫Times T-I-M-E-S 他刚好在三条桥的旁边而已 这个作品呢 安藤忠雄非常有趣 就是他 在高赖川旁边很多餐厅 可是安藤忠雄是第一个 把那个靠河边的地方打开来 也就是说 这个安藤我们都看他是做清水混凝土 都把自己包在里面 像住籍的藏物都把自己包在里面 可是当他遇到有自然的元素的时候呢 他就会打开来 那这个高赖川旁边呢 有樱花树 然后平常也有柳树 所以还有河水 那么安藤忠雄就把这一面把它打开来 他甚至呢 创造出一个非常接近水面的清水的空间 你可以从路面下到底下去 然后有一个比较接近这个水边的一个空间 那边有餐厅 人就可以坐在这个水边 欣赏樱花 然后欣赏垂柳 然后看到樱花花瓣飘落下来 然后在高赖川上面这样飘走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想法 那原本我其实对安藤忠雄的建筑 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因为它就是清水混凝土都灰灰的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 不是那么刺激 以我当时年轻的心情来看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说 其实安藤他很多的想法 跟整个大自然是呼应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在台湾 我们就会在这边装这个不锈钙的栏杆 怕人掉下去 然后旁边还会立一个牌子 写着说水深危险寝物靠近 可是安藤他就故意做成这个样子 其实那个水不深 掉下去也不会死掉 到了晚上呢 他们会在这个水边呢 就摆一些蜡烛 在那个上面 让你知道有一个界限 那按照这个做法 后来其实整个高赖川 你现在去看的时候 就很多人来学习 现在新开的餐厅 就开始在水边都会有一些座位 像各位看到这个 这个有外面的座位 这外面的座位还比里面还贵 它会收比较贵的价钱 可是呢当你在 樱花盛开的时候 然后你坐在这个高赖川的旁边 看着这个樱花花瓣的飘落 你会觉得值回票价 那这个TAMS的建筑 当然这个业主非常地尊敬安藤忠雄 所以到现在呢 这个建筑还是保存得很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四季当中 这个建筑 你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欣赏到 这个有不同的变化 接下来我讲到说 其实后来我认识到的安藤忠雄 就是他是一个光影的魔术师 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安藤有没有像一个魔术师 然后他站在他最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他最擅长的 就是清水混凝土的 这个墙面的前面 有人问他说 你为什么都喜欢做这个灰灰的 清水混凝土 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 就这么单调就是清水混凝土 他说不是 我其实是在创造一个舞台 让光影在上面表演 我们看到 其实当你去看安藤忠雄的建筑 最好是天气很好的时候去看 因为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这个他的建筑就灰灰的 然后天也灰灰的 然后什么都看不见 但当你天气好的时候 你就看到 这个光影在这个清水混凝土的墙上来表演 那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光影的表演 其实是在金泽 金泽呢 安藤忠雄设计了一个 哲学纪念馆 就是西田基多郎的哲学纪念馆 西田基多郎呢 是京都派的哲学家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去京都会去 有一条 一个小溪旁边 有一条路叫做哲学之道 那个就是西田基多郎 在他有一段时间 住在那个附近 然后他每天呢 就在那个小溪旁边 在那边走 然后一面思想 所以呢 后来他就变成哲学家 所以他们就把他称为哲学之道 可是西田基多郎 他其实是金泽地方的人 所以后来他们就请了 安藤忠雄 把他设计了 这个西田基多郎的纪念馆 这个纪念馆呢 在一个小山丘上面 那如果我们仔细看 这个图片的右上角 那个右上角的部分 这里有一小片的东西 这个就是坟墓 那安藤忠雄在这里 种了很多的樱花树 他把这段路程 上山的路程呢 他把它称作是这个 这个思考的 思考之道 就是说 在学那个哲学之道一样 你走那个路的时候呢 你看到旁边这个坟墓 你就想到 人生生死的问题 然后你就走在这个里面 就可以思考 一直走上来 到了最上面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建筑 有很大的量体 是在地底下 包括它的演讲厅 然后包括有一个中庭在这个地方 那么光线呢 就从上面照下去 这个光线呢 从这个天窗下去呢 因为天窗的隔渣 它就会有光影的变化 那么底下是一个圆筒状的空间 你知道这个在一个下午 光影的变化呢 就会在这个清水混凝土的墙上 包括那个圆弧状的墙上 它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变化 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可以坐在那边 你一个下午 坐在那边看光影的变化 你就觉得 你都不想离开 你可以坐在那边 看那个光影的变化 看一个下午 这是安藤仲雄的建筑 你在这里 那时候我就突然 领悟到说 它这个 玩这个光影的变化 真的是很厉害 然后它这个光影 就一直照到最底下去 这里呢 你甚至可以看到 在这个最底下的这个空间里面呢 这里其实摆了两张椅子 你有看到 就是非常的 它这个椅子摆得非常高明了 就是说在安藤仲雄的建筑里面 你要摆椅子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你不能随便摆很丑的椅子 或是你以为适合 就买了两张很丑的椅子 放在那边 就不搭掉了 那我最近去台南 看了一栋房子 那栋房子是开咖啡店 那它也是用 这个清水混凝土的手法去做 可是那个店主人用的家具什么 就觉得跟这个 清水混凝土 非常不搭掉 甚至你可以觉得 你看这个两个椅子摆在那边 好像透明 好像看不见一样 那这个当然 有一些跟这个西田基多郎的一些哲学 包括空 包括生死这些哲学 有一点关系 那我觉得 这个馆方摆这两张椅子摆得很棒 你甚至觉得说这个人 好像是半幅在空中 因为他其实是坐在那个椅子上 那在那个馆里面 我又发现了一本书 那时候他刚出版这本书 就是连战连败 刚好安藤也有提到这本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连战其实是没有关系 对 可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都吓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年刚好连战要竞选 所以我们看到那本书都吓到 安藤还会预演这样子 可是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因为他以前是一个拳击手 他每次打拳击的时候 如果倒下来 他赶快要站起来继续战斗 就是他的那个连战连败 其实就是屡败屡战的意思 那日文就说连战连败这样子 那这个是安藤就讲他的哲学 就是他的建筑就是斗的建筑 就是他不断地在fighting 那是他的拳击手的一种性格 那这是讲在金泽的西田基多郎哲学纪念馆 那后来呢 我在那个地方 觉得安藤的光影实在是太棒 我在2007年的时候呢 我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安藤忠雄的建筑迷宫 那我的封面就是用西田基多郎的 这个哲学纪念馆拍的照片 那这本书当然当时 写安藤建筑的书比较少 那我其实当时也主要就是只是 把我的看安藤建筑的一些心得的记录 把它写出来而已 接下来我们讲到 其实安藤忠雄 他刚刚也一直提到这个光 这个光的确是对安藤来讲 在他的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知道 日本人他们常常受到一本 很多建筑师他们受到一本书的影响 就是古其润一郎写的英译的礼战 那那本书里面就提到 日本人其实是跟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日本人他懂得去欣赏阴影 那西方人是追求光光线 可是日本人懂得去欣赏阴影 所以在他的建筑物里面除了光之外 他通常还有影 光影 那么光其实当然要有光才会有影 所以光在这个安藤的整个建筑生涯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刚刚我们也听安藤有讲过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说 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人叫做保罗 就是使徒保罗 保罗以前叫做扫罗 因为他以前不是基督徒 他就是迫害基督徒的 他专门到处去抓基督徒 去把他下在监牢里面 结果他有一天 就要往大马社的路上 他骑着马 就遇见了一个光 很强的光照在他脸上 然后他就从马上面摔下来 之后他人生整个改变 他从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 后来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 然后就到处去传教 那么在历史上 就把他称作保罗的 这个大马社的经验 那同样的 安门忠雄有一个很奇特的经验 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常常提到就是 在他的旅行当中 他去了罗马的万神殿 在那个万神殿里面 万神殿是一个圆顶 圆球顶的一个建筑 然后中间就是开了一个洞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觉得很纳闷 那个洞为什么 开了一个洞 然后也没有玻璃 然后下雨会进来 然后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 我还是搞不清楚 那么安门忠雄第一次去看 这个万神殿的时候 他就有很大的启示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说那个光 本来我们看光都好像没什么 到处都是光 可是当光经过了一个建筑物 好像被筛选过一样 他从那个光照下来 那个光就变得非常戏剧性 非常的宗教性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这个 称作是安门忠雄的万神殿的经验 很多的杂志也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后来可以看到 安门忠雄很多的建筑物里面 就把这个他在万神殿里面的经验 他就复制 其中有一个很神似的地方 就是指导美术馆 指导美术馆其实他也创造了一个 上面也是一个天窗 然后光线刚好从上面这样照下来 这跟万神殿非常的类似 而且那个光线照下来 照在这个墙壁上呢 他基本上就是会随着时间来移动 那么安门忠雄的空间呢 其实有很多的哲学性 如果我们用评校 或者是说这个好用不好用来评论 评论安门忠雄的建筑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不适当的 因为他有很多地方 是有点不合理 可是他有哲学性 或者说他有些地方 他是没有那么经济效益的 像这个指导美术馆 这两个人爬了一个楼梯 一转弯走上去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呆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前面没有路 就是那个楼梯爬上去 转个弯上去 居然没有路 这个时候呢 他就必须要回头 回去的时候 他回头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 这有一个窗户 这个窗户呢 是你进到美术馆的时候 第一次从这个窗户看到这个大厅 也就是你来的时候 你是从那个地方看进来的 然后你走到这边 爬上楼梯之后 你又回头的时候 又刚好可以从这边看到这个窗户 这好像就是说 当你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回头看看你的来时路 其实这个当中呢 是有很多的哲学性 可是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光 这个他从万神殿里面 得到的启示 他就不断地复制在他的作品里面 这个这张照片感觉是 有点像万神殿一样 那当然到后来 你可以看到包括他的光之教堂 然后其他的作品 你都可以感受到就是 他从这个万神殿里面 得到的启示 他就运用到他不同的作品里面 最后呢 我就要谈 其实我后来就是 本来我都不太知道 安藤的建筑有什么了不起 在那个年代里面 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说 安藤的建筑是怎么样 等到我慢慢知道说 安藤的建筑非常有趣的时候呢 慢慢安藤忠雄也开始得到一些 世界各地有得奖 那么90代 在我到日本各地去旅行的时候 我都会刻意去找安藤忠雄的作品 那你就发现到 其实安藤忠雄的作品非常的多 包括在日本 从北海道 一直到鹿鹅岛 其实到处都有他的作品 所以呢 你到每个地方 你几乎都可以去找安藤忠雄的作品 然后我就看了非常多他的作品 那么甚至呢 我也开始学着安藤忠雄去旅行啦 那我们知道安藤忠雄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曾经有壮游嘛 那么去欧洲看他最崇拜的建筑师 可比义的作品 那么对他来讲 其实旅行 他说旅行造就了人 也造就了一个建筑师啦 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觉得说 要成为一个建筑师呢 旅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呢 在这个旅行过程里面 一个人他可以自己自学建筑 那么我也是慢慢的 就学着跟安藤忠雄一样 他去旅行 我觉得我的建筑旅行 后来我想一想 的确也是受到安藤的影响 所以呢 我当时呢 我到欧洲去 我也去 走这个安藤忠雄走卧的路 去看安藤忠雄想看的建筑 包括可比义的建筑 那么他最崇拜的可比义呢 有一栋建筑是 他一直觉得 他在里面也是受到 非常戏剧性的感召的 就是这栋建筑狼香教堂 那狼香教堂呢 非常特别就是 你看他墙壁上 有很多的不同的洞 那这个洞呢 会有不同的光线 照到里面去 安藤忠雄说呢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他走进去 然后他就感受到 那个光 从不同的窗户照进来 然后他感受到说 那个光好像 这个洪水一样冲进来 冲撞他 他就感受到说 他内心非常的激动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 所以他太激动了 他就没有办法忍受 他就冲到外面去 到那个草地上去 在那边深呼吸 所以等到他深呼吸 我觉得 这个比较心平气和的时候 他再进去再看一次 你可以感受到说 一个建筑物里面 那个光线 那个对人的感动 是非常的强烈 那么安藤忠雄他 他在那边感受到很多 他在科比义的建筑里面 他也学习到很多的事情 那么我也学着像 安藤忠雄一样 我去看这些建筑 那么甚至去看科比义 所设计的Latterate修道院 那这个修道院 其实科比义也用到很多光影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光 这其实是在修道院里面 每天早上修道室 他到那边去祷告 祷告的时候 上面有几个天窗 光线会从上面照进来 你看到那个天窗 有红色有蓝色 有偏黄色的光 从上面照下来 其实都是 他那个天窗旁边的油漆的颜色 只这样打下来 就好像有红色的光 在那个上面 那么安藤忠雄 在离开法国的时候 最后他是从马赛搭船离开的 那马赛最重要就是 有这个马赛公寓 马赛公寓 这个马赛公寓呢 也是安藤忠雄 他旅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他要去看的地方 那马赛公寓的最上面 就是有一个科比义的一个雕像 巨大的雕像在那个屋顶上 那这个是科比义的 在巴黎的 Villa Savoy 这个建筑 后来呢 安藤忠雄就开始在欧洲 有一些他自己的作品 那这也是我后来建筑旅行 常常会想去欧洲也想要去看的 那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作品呢 就是 就是在联合国 这个 教科文组织 那他的总部里面 他在他的庭园呢 设计了一个 冥想的庭子 那个冥想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你进去之后呢 你抬头看天花板 天花板 就是一个圆形的天花板 他周边 都是有空隙 然后光线从上面下来 所以如果这个整个照起来 你就可以发现 你去看展览的时候 一进门 你就可以看到两张照片 有一张就是 就是在这个地方拍的 好 那么这几年 其实刚刚 安藤仲雄也讲到 他其实在欧洲 有很多新的作品 那其中有一个作品 在法国南部 那因为 安藤仲雄在赖呼恩内海指导 他做的这个 几乎就是艺术的桃花园 他设计还有规划得很好 所以欧洲人呢 法国人就找他去 在一个酒庄 设计一个 规划一个酒庄 那这个酒庄呢 你可以入口处 可以看到还是 安藤仲雄 非常这个 常用的这个 清水混泥土墙 然后在这个地方 也有一些 比较熟悉的语会出现 那事实上呢 他就在这个很大的酒庄里面 他邀请到了全世界 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艺术家 都在这个酒庄里面创作 所以呢你去那个酒庄 你就按图所记 带着一个地图去走 那个整个酒庄里面去看各种 各个不同的艺术家 建筑师他们的创作 大概要花到一整天的时间 要走完全部 那么甚至呢 安藤仲雄自己在那个小山丘上面呢 他也设计了一个教堂在上面 那当然他本来是有一个 有一个旧的老的教堂 然后他重新又给他改建 那里呢 又出现了他清水混泥土的墙壁 那里面他用玻璃 文物玻璃把一个老的教堂包在里面 这是他设计的一个很奇特的十字架 那我简单讲到这里 因为我时间只有30分钟 安藤仲雄其实非常令我敬佩的就是 其实我回想起来 那么在这个20多年来 我看安藤仲雄的作品 我到处去看他的作品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 我不知不觉中 其实有受到他的影响 那包括不仅是在建筑上面 也在他的这个旅行的概念上面 那另外呢 也在他的一个奋斗的一种心态上面 那安藤仲雄一直讲的就是 就是这个青苹果 因为他已经到了80岁 他还是不断的在奋斗 那这也是为什么他非常的传奇 因为不仅是学建筑的人 那么一般人也从他的身上 得到很多的启发 那我觉得这一次 我觉得回想起来也是 那么安藤仲雄的精神 还是一直让我们觉得很感佩的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当我们最近不是去看 这个Tom Cruise 阿汤哥他演的这个捍卫战士 他年纪虽然已经蛮大了 然后他还是在那边 这个开这个战斗机来奋斗 那个感觉跟安藤有点像 就是说在一个都是无人机 或是电脑这个AI智慧 在盛行的年代里面 那个年代好像是人跟机器是可以合在一起 而且人的意志是很重要的 就像以前的武士一样 那个武士要不断的淬炼他自己 然后淬炼他的意志 然后他拿的那个装备 那个武器是因为那个人的不同 他会有不同的表现 那是跟现在的这个全部都是无人机 都是电脑绘图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去看他的展览 我看他以前那个手绘的稿子 我就觉得很感动 因为在那个当中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线条里面 都是当时他的那个 他的热情是在那个上面 所以我们看那些手绘的稿子的时候 你都还可以看到他 当时的内心的那个激动跟热情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这个电脑绘图 是看不出来的 好 那我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那我把时间交给 谢谢清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 那我们请清智老师先回座休息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邀请谢忠哲老师来为我们进行分享 今天清智老师一出现的时候 就交给我们一个青苹果 所以我们今天不知不觉的组成了一个清苹果联盟 实际上我是小时候那个 清苹果乐园长大的那个时代 所以很开心今天有机会 那么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那么我个人其实可以这么说 我会想要去日本留学 其实受到安恒忠雄老师蛮大的一个感召 虽然最后并没有真正如愿 成为他的陆氏弟子 但是觉得他在某种冥冥之中 不是冥冥之中 就是真实的世界中 他也是带给我很大的一些启发 那么我当时为了想要去留学日本的时候 因为如果说大家是留日人 应该会有知道一些事情 就是他们并不是能够透过一般的这个 application去做申请 而是你必须找到一个人帮你写推荐信 他们才会受理你的这些申请的文件 我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连结 所以我采取了一个非常笨的方式 就是我翻译他的书 这个书在今天 这是第二版的封面 安藤忠雄的都市彷徨 那么已经出版20年 现在已经绝版了 那里面有非常多很令人感动的文字 那么这里头 他简单来讲就是他是旅行是造就的人 然后旅行也造就了建筑家 换句话说这个旅行这件事情就是安藤忠雄 他本人在进行建筑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师 这是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心路历程非常重要的一个OS 那前面有一些这个是当初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 所翻开的这样子的一些技物的影像 然后我后来虽然没有成为安藤先生的学生 但是曾经去他的事务所这个帮忙一些工作的时候 他就送给我一本 这个安藤忠雄Casa Brutus的一个特辑 这个时间是在2003年的这个时候 这样子 那么所以我今天想要一方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安藤老师他的旅行的过程 虽然说刚才他已经自己讲非常多 但是二方面我也想把这当中我跟安藤先生 安藤老师的一些节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么这是他年轻时候最大最早期 1964年的时候受到震撼的 丹夏建山所设计的这个代代幕竞技场 那么这个作品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他让安藤感受到混泥土这个材料的特性跟魅力 因为他发现这个他的钱不管是科比义或者是丹夏建山 都用混泥土这个代表20世纪的材料 创造出快智人口的作品 也因此他在那个时候隐隐约约的在他的内心立志 但是如果他将来成为建筑家 他也要用这一个所谓的混泥土来表达一种所谓的造型的纯粹 并且从这当中去看到那个混泥土的他的一个可能性 那么后续他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旅行 包含他这个搭船去到这个海森威 然后搭这个西伯利亚铁道 然后这是有一次我听他的演讲的时候 他在我的面前 我刚刚坐在第一排他所描绘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图像 从这边搭西伯利亚铁道 再从这个莫斯科芬兰再下到这个所谓的希腊 然后到意大利再刚才他说的又这样子一圈 来到这个好望角再到马斯达再到印度再回来 那么当然这样子并不是一趟 他其实是去了好几趟终于累积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但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场壮游 那么的确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的这个学习建筑的人的一个方式 那实际上他会这么做其实也受到他最崇拜的这个科比义的影响 只不过他做的这个壮游是比当年科比义的东方主义来的更加那个规模更来的壮大一些 那么影响他最大的其实包含这个科比义的这个廊箱教堂 这是刚才亲自老师所提到的那个他进到里面受到非常剧烈的这种强烈的这个光影的冲击之外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这个混泥土这个材料的可塑性 以及能够产生出的那种细剧性的张力给他很大的一个感受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进到里头的那个具有某种暴力性的这个光线的一个冲击 让他一瞬间受不了跑到外面去喘一下再进来去感受 这个在《都市彷徨》那本书的第二章里面就是在谈这件事情 那另外我个人认为他受到科比义的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作品就是刚才也提到过的这个拉杜雷修道院 那么这几乎他的时期都是跟这个郎香教堂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是1950年代的末期 那么是科比义的最中阶段的一个重要的作品里头你可以看到那个清水混泥土的粗犷 但是呢这里头的光影以及它所呈现出来的某种阴翼里在 那么等于说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后来安藤建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个性 以及某一些特殊性非常小的尺度去产生那个空间大小的落差 所产生的一个张力 我觉得这当中都感受到这个安藤宗雄在这个作品里头所得到的一些养分 那在拉杜雷修道院里面的这个礼拜堂 我认为其实某种程度上应该是跟光之教会最直接有关系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也产生出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缝 让这个光怎么样从外面进到里头来的一个感受 除了这个万神殿的启发跟领悟之外 我认为柯比义的拉杜雷修道院 其实对于安藤的这个影响或许更直接 因为后来有很多这个建筑处理的细部 如果你去拉杜雷修道院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那种 detail 其实安藤就是学柯比义的 那么这当然也不能错过这个万神殿 那么这是它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剖面 那么这个作品其实最重要的地方是来自于上面的这一个 开这个天窗 让这个建筑的内部跟上天有一个直接的连结 那个光线那个声音还有那个所谓的雨水 都直接进到这里头来的这件事情 其实给安藤非常大的一个启发 那么除了这个万神殿 除了柯比义的作品之外 其实在比较后续的这个安藤的这个建筑旅行当中 事实上它受到密斯的这个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这个是密斯在1929年所完成的巴塞隆纳Pavilion 在这个现在的巴塞隆纳的达利美术馆的对面 这1986年又重建 1929年被作为万国保障会的德国馆 那么后来大家非常怀念这个馆又在1989年重建起来 这里头用到的一些纯粹的线条还有面 以及里头的一个材料素材跟纯粹的这种极简的这个分割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都某种程度上让这个安藤有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 因为在这个安藤很多的作品里头 用这种板以及这种所谓的比较具有连续性的这个墙 以及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动作 事实上你都可以看到安藤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受到这一类的 所谓的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大师的这些动作的这些影响 非常非常的清晰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说 刚才安藤说旅行是他最大的老师 那另外一方面我如果再追加一句话就是 可能在20世纪所发展的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一群大师们 都是某种程度上带领安藤怎么样善用纯粹几何形 以及点线面的分割之下 成就他的安藤忠雄建筑世界的非常关键的人物 包含这个是MISS在柏林的新美术馆 他所做的一个非常轻巧的玻璃盒子去笼罩 去包围一个空间的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安藤在某些作品上面 也都有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做出某种程度的一个进行转化跟发展的一些轨迹 那当然你可能会问我说那到底是在哪些作品上 这个我可能会请各位来宾 现场去看这场展览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 那么我认为安藤他非常喜欢旅行 他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他说因着旅行 那么得以脱离容易陷入惰性循环的日常生活 而在一个新鲜未知的境界里面 得到崭新的试验跟刺激 也就因而置身在一个未见的困顿境运中 更有创造性产生的可能 我认为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把这个旅行的真正的意义跟价值 做出诠释的话 可能就是安藤先生 在他的这个书籍里面所提到的这句话 那么当然我其实因为 Times这个作品其实是在京都的这个 最市区的地方 所以它是可及性最高 也是当初我刚开始在 接触安藤作品的时候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开端 那么也对于他跟这个城市跟环境的接触的 这样子的一种亲密性的创造 觉得非常印象的深刻 这都是我在九年代去到现场所拍的这些照片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么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感到震撼的是 他的六甲公寓 因为我其实大学时代大学部是读土木工程 所以其实对于那个所谓的挡土墙 对于那个边坡的那个那个构造 有一定的某种程度的这种这种感觉 那看到一个集合住宅 就跟这个所谓的边坡稳定的这个挡土墙 合而为一的这件事情 让我感受到安藤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建筑师 他怎么样突破建筑师跟所谓的土木工程师之间的界线 让这两者和唯一变成一种土木跟建筑的共舞这件事情 我认为非常非常具有开创性 那么他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些作品 可能很多时候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建筑师 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他某种程度上其实是跟这个创造 这整个城市环境的所有人都很有直接的关联性 能够一起来看到解决事情的新的可能跟契机 我认为他的重要的创造来自于这个地方 这个作品其实在我们的展场里面 就有非常清楚的记录 非常推荐大家好好地去看这个作品 那也因为这个六甲公寓第一期的成功 使得那个地方的非常倾斜60度的很多的地主 我都跑来找他盖房子 所以他整个都已经盖到可能六七期了 从第一期到第七期总共盖了非常非常多 我都觉得如果有一天安藤回去之后 这边他本来叫六甲山 我觉得这座山可能会改名叫安藤山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 然后也是那个年代 因为这个作品出现的时候 正好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最猖獗 说苍獗有点抱歉 就是说最热烈最猛烈的时代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看安藤的作品其实是有一种 有一种好像在一个非常慌乱 或者说非常这个混乱的状态下 的一种寻求救赎跟解放的可能 因为他东西都是很纯粹 然后线条很清晰 然后都是灰色的 然后强调光影 跟那个透过符号 透过非常混乱的这种传统 历史主义的形式的那种做法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回馈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认为 我个人觉得安藤最了不起的作品 的确就是光的教会 这刚才他已经讲非常多 所以我非常快速的就让他过去 这里头我就不多说 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有机会 在疫情结束之后 就直接飞到大阪 然后去做礼拜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开放 一般参观 他只能你做完礼拜 然后留在那个地方慢慢看 这个是他们最新的实况的一个状态 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当然他的早期 我认为安藤的三个节奏就是 教会三部局 风的教会 水的教会 以及光的教会 水的教会在 这一个 所谓的 北海道透漫母的那个新野 度假村里头 这个可及性就稍微高一些 那风的教会本身也是 一个所谓的这种结婚用的教会 只有光的教会是可以做礼拜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继续来 这是水的教会 也很快速让大家看 因为东西其实有点多 我其实平均 一张投影片只能可以 给大家看九秒钟 抱歉 那这是下雪的时候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滑雪 那当然更推荐大家来这边结婚 我有一对 这个重要的建筑师伙伴 就是来这边结婚 听说你只要 把那个读建筑的 你只要说 跟我一起到水的教会结婚吧 他就会答应你的求婚 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 另外一个我认为 我非常推崇的安藤的 另外一种宗教作品 就是他的水浴堂 跟本福寺 因为我只有去过水浴堂 所以我就把水浴堂的给大家看 简单来讲 他颠覆了佛寺一定要有那个大屋顶的那个概念 他反而从那个原点来思考 如果说他刚才提那个建筑的原点是光 是属于基督教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佛教的建筑的原点可能就会是这一个莲花池 因为佛祖莲花生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去做出一个非常极简非常纯粹 从一个原理的角度来塑造新的造型 而不是用那些非常累赘的装饰性的东西 然后创造出一个非常纯净 好像一个西方极乐的这样子的一种境界 然后大家是要进入到这个水石底下 你才可以去然后转一个弯 然后感受到这个佛光普照的状况之下 才能够要先佛光出现之后才会出现这个佛光普照的这种 沐浴在这个佛光之下的这种感受 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那么也是我非常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 另外一个则是我个人应该说有特殊情感的这个表参道之后 因为我在过去对于东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排在青山 南青山从原树一直要到这个涉谷之间的这个表参道上面 有一排非常厉害的这个公寓 这个是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 因为有很多木造的房子被烧掉 那么那时候他们组织了一个叫同润会的一个组织 然后开始来盖这个所谓的缅然住宅 也就是清水也就是这个混泥土的住宅 那么简单来讲是1920年代的最时尚最fashionable的这个住宅 那么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最喜欢的东京就是表参道这个地方 那么后来当这个地方因为年久失收 必须被拆掉重建 我感到非常的哀伤 那么安藤其实他当时是东京大学的这个教授 所以他不得不接下这个烫手山羽去做这个改造 那么坦白说我必须说他改造成这样子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 我还是喜欢原本那个有很多那个爬屯在上面那种很优雅古典 有点怀旧有点大正浪漫的那种状态 但是慢慢的有一天我发现到他做这里头有一个所谓的坡道的这件事情 并且呢他在这个建筑物当中他很多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容积可以很多 但是呢他刻意的就是说他有一个重要的底线就是我这边的建筑量体不可以比这些举木来的高 他维持住了这个重要的都市景观的基础 我们再回来看前面的这个 你看这个房子他也是比举木还来的低 所以他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他怎么样把空间往下发展 而且呢这个坡道他在里面是一个一个可以这个回游可以去绕的这个空间 而且这个坡道刚好就跟表参道那个城市的那个坡道的坡度斜度是一样的 他把那个都市的行径的感觉呢就这样子融进到整个都市里头 我开始在经过十年之后开始觉得这边我也开始感受到他的场所精神 也又重新找回了对于表参道这个地方的某种爱情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推荐 当初他在2006年刚开幕的时候人潮太多实在很难喜欢他 你现在去应该会感受他真实的魅力 非常精彩 然后我后来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他的这个研究生 成为他的这个研究室的学生 但是那时候我去东京的时候刚好遇到那时候的交大建筑所 想要盖他们的美术馆跟建筑所馆 因此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在林周明建筑师跟这个毛生姜先生的邀请 还有在刘异东教授的邀请之下 我就去参与了这场爱子的前期的一个规划的状态 然后有一次前往安藤老师事务所工作这个这个短期工作的机会 你看那时候还非常青涩的样子 然后安藤也很年轻的时候 我还有点婴儿肥的时候 这样子 然后林周明先也还非常年轻的时候 然后我就盖了这个房子 后来这两个案子很遗憾都没有盖起来 这个这里头的恩怨情仇我就不多说了 请大家发挥Google的能力去找出来 但是我要说这两栋变成模型的 你以为没盖出来吗 No 他们后来都盖出来 只是他不再是这个交大的建筑所 跟这个交大的美术馆 这个呢后来变成了上野图书馆 上野儿童图书馆的增建 而这个后来被发展成 兵库限立美术馆的另外一个原型 然后那时候我收到了一张 来自于安藤老师写给我的信 他说 因为他这句话 我就可以奋战到先 因为他说 请多多指教 安藤忠雄对我讲这句话 这是多么大的恩宠啊 不可思议 然后我在那之前在我们研究是 因为来自于台湾的游学生 其实跟来自美国 来自欧洲 来自那些白种人国家的研究生的 待遇是不同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 太老还是那种印尼来的那种 飞庸的那种状况 自从安藤寄了这封信 来我们研究室之后 我整个人都可以抬头挺胸起来 人生真是不可思议 然后总之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这个特殊的经验 然后这个案子也是有点哀伤 后来没有能够成功 那本来那时候 这个张继一老师都说 他的位置在哪边 刘宜东老师说他的位置在哪里 但是总之他们现在都有更好的地方去 那后来预算不够 安藤还非常nice 把这个东西又调小 然后做成另外一个方案 后来这个案子也没能够成功 有点有点哀伤 但是人生最不可思议的是 我竟然后来在留学回来之后 去亚洲大学任教 那么在刘宜东老师的推荐下 我来这个地方任教 然后又因为安藤先要到亚洲大学来盖美术馆 我又再一次竟然又能够 为安藤建筑使上一些力气 我当初帮忙协助了这个 安藤建筑这个亚洲大学美术馆的工地现场展的一个策展的一些工作 然后也一起参与了这个部分的一些会议的一些帮忙 那么这个我就不多说 因为大家可以直接去 悟风走一趟然后去看这个 我都觉得他与其做现代这个亚洲大学美术馆 我觉得他或许做御饭团美术馆也不错 这样子 这样子我这样讲会被打死 不过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他们的员工了 所以讲起来比较放心一点这样子 Anyway 但是它是个很不错的作品 虽然做的美术馆有点难用 但是它是个很不错的作品 然后这是当初2014年左右 2013年的时候完成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安藤已经似乎有一点身体微氧 但是他还是这个特别来台湾来帮助我们 做这个开幕的活动 那后来2013年 我竟然又有一场不可思议的奇遇是 我当年在东丁大学的研究室的学弟 他后来回到墨西哥之后 他接手了一个重要的project 是蒙特雷大学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设计院馆的建筑案 他就是委托安藤忠雄来做这个案子 结果他们要开幕的时候就说 夏桑你可不可以来成为我们的贵宾 你可不可以来成为我们的安藤论坛的主持人 我就莫名其妙 竟然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助理教授 竟然也可以去跟他们这些院长级的 或者说教授级的人物就坐在同一排 受宠若亲 但是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是当年 这位是我的学弟 虽然你看他这样其貌不一样 可是他其实是墨西哥总统奖的得主 所以是等于算是一个非常位高权重 但是因为当初也是因为他从墨西哥来的 比较不受日本人的重视 但是我非常亲切地说 我们都是北纬23度线左右的国家 我要好好的跟你当好朋友 然后anyway 他就回报我这个 然后招待我去这个现场 然后就去看这个非常精彩 这个作品好像并没有在我们的展场当中出现 所以我觉得可以特别秀给大家看 它其实是一个 安藤开始在使用一个 有点像那个类数位化的 那个渐变的那个动作 来产生某种曲线的一个做法的一个 的一个作品 然后非常巨大的一个院馆 因为它是在一个沙漠时代 所以它也是再次的展现出 那个内包性的这种空间 内具性的空间 然后在里头有非常棒的 这种研究室跟教室 然后这是它的内部的一个 主要的内院的部分 然后在里头有一个很棒的 漂浮在半空中的 这样子的一种 类似像希腊剧场的空间 非常精彩 这个它应该有在它其他作文集当中出现 然后它其实这个院馆 本身就是蒙特雷大学的一个重要的gate 所以它叫做creation gate 是一个创造之门的一个概念 成为这一个大学 因为这个似乎是 墨西哥的那个高端人士 在读书的一个大学 私立大学 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来做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的精彩 当初他还差点问我说 你要不要来我们墨西哥这边任教 差点就跑去了这样子 但是这是非常精彩的空间 这个 有点是把这个柯比义的某些白色空间 跟它的这个灰色的清水混凝土空间 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状况 然后这边是他们喜欢平图跟交流的空间 非常精彩 然后最后是这个 安藤这个时候他已经 这是2015年应该是他开始在接受化疗的时候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个这一段是因为 你会发现 这个是2015 你看他的脸色真的是不太理想 就是他的表情 这个时候其实病情不好 但是他就是宛如就是好像能够在这个建筑当中 不断的透过这个对自己喊话 然后也因为在建筑当中发现梦想 因此他可以不断的挑战跟奋斗下去 所以他后来在这个梅田天空之城旁边 他又做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叫做希望之门 这个不晓得现在还留不留得起来 这个希望之门 其实他是用一个很长的这个绿色的植物 好像是带有这种生命力的这样子的一种呐喊的感觉 而且他整个空间长得跟他当年在京都车站的 那个净土案的状态完全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他用这一个类似像空间装置 一个艺术装置的一个作品 把他当年在京都车站当中没有能够实现出来的 那个方案又加以实现 然后后来的故事是应该是在这个案子之后不久 他就接受到那个来自皮诺先生的那个打电话 说我们在法国巴黎有一个案子 你要不要来做 整个人又整个活起来 因为他其实人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去巴黎那个曾经科比义非常活跃的城市 跟他心目中的恩师一起在那个地方 做出一个好的作品 而他真的战胜这些病魔的煎熬 而在今天终于大家可以看到 在巴黎的那一个这个作品完成了 非常感动 那就是皮诺特别讲到这个人 就是他当年的到威尼斯做几个作品 这是里面的一个剧场的空间 然后最近把它做成这个 这个我们在展场里面有 大家可以过去看 那另外就是那个睡观大楼的空间 这也是非常精彩 刚才安等先在这个线上所讲的这些内容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这个旧建筑再利用 那我认为安藤的这些建筑展 或说他的演讲或说他的分享 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于 他可能不是for architects 不是for这个一般的建筑学生 建筑人 他是for一般大众 为什么 因为你们才是建筑的主人 你们了解建筑能够有更好的机会 有更好被发挥出来的可能性 你们才有机会成为带领建筑师 去帮助你们完成这个梦想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演讲不太去谈太多 怎么做设计 怎么去做这个形式操作 他不谈这些事情 因为这种东西 你去旅行你自己就会学会了 因为在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 很多房子都是没有建筑师的 你只要去看着人家怎么干 你就会盖得起来 所以反而安藤会强调 这里头内在的一些philosophy 或者说他里面重要的 想要传达的某些信仰 这是他当年没有能够完成的 在这个巴黎的那个塞冈岛的 那一个这个现代美术馆 硬生生被终止的 那个很遗憾的那个案子 这个是2000年的时候 不过还好他终于活下来 他等到了这个案子 我喜欢把他称之为交易所甜甜圈案 因为他里面的那个清水混凝土的建筑 其实就长得像一个甜甜圈的感觉 芝麻豆腐口味这样子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然后他终于战胜了所有的挑战 完成了这个 这个作品甚至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完成的 所以你知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那我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最后这个应该是这个他的 也是我们这个展览里头的最核心的重点 就是跟城市的对话 他一直都在思考 怎么样为这个城市留下 可以传承给后代的重要的城市遗产 这是大阪的中之岛 中之岛其实有一点点 类似像巴黎的这个西提岛 也就是整个城市发展的源头中心 他希望在这当中留下这个底下的剧场 还有这里头有这个工会堂 他在这个工会堂里面 放一个重要的一个蛋 但是他终其一生似乎来不及 能够完成这个梦想 但是他还是找到机会 他就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儿童图书馆 所以你会发现 这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位 这个 一号人物 我认为他不只是 他的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的贡献 可能不只是一位建筑家 我认为他是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讯息给我们 尤其是这个青苹果的部分 我认为青苹果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不是我们要求不再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鲜嫩 那个鲜红色 那个玩熟的那个苹果 而是我们怎么样随时都保持一个青春勇于挑战 然后不畏艰难 然后能够不断地继续往前冲的那份 那份冲劲跟态度与姿态 那就是所谓的青苹果 这是这个永远的青春 迈向永远的青春 把安藤忠雄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讯息 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钟哲老师的分享 刚刚听完两位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 也相信 现场的观众朋友心中可能有很多的感动 或者感想 那也欢迎在这个时候可以准备 你们心中的一些想法或提问 待会最后的QA时间 我们可以来跟老师交流 那我们现在就请青智老师也一同上台 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三 就是我们大家交流跟对谈的时间 那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颗青苹果 殊不知我们三人在早上已经组成了青苹果联盟 这个是青智老师今天为我们特别准备的 那其实我今天也有带来两本书 这一本是刚刚钟哲老师在分享里面有提到的《安藤忠雄的都市彷徨》 那其实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了 我花了非常多的精神才买到这个第一版的这一本二手书 真的实在是找不到 那另外一本呢是青智老师所写的《怪兽大版》 那这个是比较新的书 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青智老师来观察安藤老师的作品 然后也有非常精辟的一个剖析 那关于老师所写的安藤忠雄的这个建筑迷宫 我到现在是还找不到这一本书 所以两位老师的书真的都是非常重要 带领台湾观众认识这些建筑大师非常重要的著作 那今天可以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这边分享跟对谈 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在我们对谈的一开始 其实有一些问题想要请问两位老师 虽然刚刚在分享的内容当中都已经有提到 那我想可能对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 跟我们关系最近或者是说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比较理解 或有共感的应该就是所谓的旅行 因为在安藤老师的许多的著作跟分享当中 他都有提到旅行能够造就一个人 旅行造就一位建筑师 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独处 然后不断的自我对话 而造就了他许多伟大的这些建筑的作品 那我想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请两位老师 在针对所谓的旅行跟建筑之间的关系 可以再多分享一点 通常那个听王巨星开始唱歌之前 都要有那个小团先帮他暖身 我今天就弟子扶齐老来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旅行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说动作也好 也许我们一开始 我们其实比较熟悉观光这个事情 我们可能很常去观光 我们很可能很常到处去游逛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旅行 我觉得像除了安藤忠雄之外 其实另外有一个人也对旅行有很大的 这个部分的诠释是 那个人是安藤忠雄关西的同乡 那个人叫春上春树 他说旅行通常是要一个人来达成的 因为旅行这个事情 其实可能它需要是你要能够暂时放下 你某种日常生活当中被牵挂的 或者说被束缚的 或是说被某一些这种东西所捆绑的 你要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孤独 你要有某种程度的疏离 你才有办法找到相对自由的可能 那也因为在这个自由的状况之下 你才有机会让你说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旅行途中 也许那不是你经常看到的 你会从那当中得到某些灵光 你会有所谓的受到某些启发 也因此能够得到更多 你原本没有想过的养分 因为通常我们如果观光的话 我们会做功课 我们就说这个必吃这个必买这个必看 那好像你去做那个事情其实只是一个确认 但是我认为安藤先生 或者说春上春书 他的旅行里面有非常多 他要去面对的是某种未知 我觉得其实可能某种程度上 这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全球化的网络时代 也变得更难了 我们要有真正的旅行 似乎难度比以前更高 因为我们现在似乎都 一开始就知道了 所以我会觉得旅行可能 虽然说我们会讲说疫情 我们会讲这个很多的客观条件上 阻碍我们去旅行 可是实际上 我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 虽然说这个饭店的床很舒服 然后昨天也很累 我昨天先来看了这场展览 很认真的看 真的非常好看 比我在东京看的还精彩 因为可能跟这个空间尺度的浓仙和渡 跟他整个策展的规划的流畅 我觉得有很大关系 但是呢 虽然走得很累 今天早上我还是不由自主的想要 想要展开属于我个人的小旅行 什么是小旅行 他看似比如说我可能跟台北不会太陌生 可是我今天我从饭店一路走 新生南路转进仁爱路 再从仁爱路走到大安森林公园 再从森林公园走到这个台大体育馆 体育馆我想到说我应该去看一下 伊东的这个社科院院馆 再看一下那个图书馆 然后我就想说最后应该要去这个 新生南路上的那个 我以前所熟悉的麦当劳吃个早餐再回来 我就变得要去走 我就穿越了整个台大的校园 我才发现原来 我是第一次好好的去享受台大的校园 也因此我展开了一趟属于我自己的 在台北城市巷弄跟开放公园 还是校园里面的旅行 我看到了很多很美好的角落 我看到了很棒的光影 我看到了很多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 在这个时空之下他们在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我在那当中感受到我们生命中 其实有很多丰盛的祝福 但是我们可能平常被很多杂事 被我们的公务被我们的工作 阻碍我们 这个这个去走路还是怎么样 其实你只要愿意你走 离开你的座位 你愿意去这个稍微散步一下 我觉得那都是旅行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得到的一些 一些启发 也许跟这个珊珊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想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warm up 然后让清智老师可以接手来发布 我想旅行 就像是如同刚刚钟哲老师讲的 可能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但是我们如何用另外一双眼睛 去感受去观察不同的体验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清智老师 这边来分享关于旅行 我想我们从安安中所的旅行 他年轻的时候的撞游 其实得到很多启示 那我们现在也是非常的鼓励 年轻朋友 那么在20岁的之前 可以有撞游的机会 所以其实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也其实常常觉得 现在年轻朋友有点可惜 就是说人家问我说你不能出去玩 怎么样 我说其实我没有太大遗憾 可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我就常常会觉得说 他们正是需要去世界上看看 然后去展开他们人生里面的撞游的机会 可是现在好像他们都被困在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到处去旅行 这是有点可惜的地方 不过我们看到 其实安安中雄的撞游 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刚刚钟哲也在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非常 呃 他那个过程里面 他有一段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是坐火车 比如说他从那个海森威 他就坐那个西伯利亚铁道 然后坐到欧洲去 这段非常的长 那这个也是很多人他们梦想 铁道迷他们都梦想 要去坐这段铁道 从这些太平洋这边 然后坐到欧洲去 那对安安中雄来讲 那段旅程 因为坐火车其实是很慢的 那我们现在都习惯坐飞机 一下就飞到巴黎 就飞到欧洲去 可是坐火车是很慢的当中 你在那个旅程的过程里 你一个人很孤单的时候 你常常要跟自己对话 然后你要去沉淀 去思考你看到的事情 所以那个旅行就是 你可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想到很多很多 然后思考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到底旅行的意义在哪里 以前我们听一首歌 就是陈喜珍唱的 有一首歌叫旅行的意义 那我就觉得这首歌 这个问题很好 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去听那首歌 一直听一直听 就听不到答案 你们回去听那个歌词 就说没有答案 后来我读了很多书 我发现有一个人写的 就是英国的作家 他叫做艾伦迪波顿 他写了一本书叫旅行的艺术 那里面他有一段话 我就觉得是 我在思考旅行的意义 是什么时候呢 他那句话我觉得很好 他说重要的不是我们去了哪里 重要的是我们去了那里 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 意思就是说你的旅行 不是说你去了哪里 你吃到什么东西 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说你的旅行 你去了那个地方 你那个过程里面 你对你自己得到什么 那我觉得安生忠诚 他的壮油他得到很多 对他日后有很多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常常就鼓励 年轻人要去旅行 像我们大一的学生 我们都叫他说 你寒假大一的寒假 就要自己去旅行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 是到了大一都还没有 一个人去旅行过 大部分都要爸爸妈妈陪 爸爸妈妈也不放心 他们一个人去旅行 那我就叫他们要自己去旅行 所以他们就是大概都是 第一次尝试自己去旅行 然后我就会 因为先不要出国在台湾旅行的话 我就拿一张台湾地图贴在墙壁上 然后每一个人给他三支箭 跟安倍没有关系 就是飞镖啦 然后他们就射 那个射三支飞镖 有一支飞镖 会射到海里面去啊 有一支飞镖 会射到中央山脉里面 可是总有一个飞镖 他会射到一个点 那个点他 他有一个名字 可是他从来没去过 那好像就是要出国旅行一样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那个地方 去自己去旅行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训练就是说 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 去旅行 这个过程呢 就会让我们 可以在过程里面自己思考 而且年轻的时候的思考 是对你一生有很大的 很大的改变 有一个人他的 他的壮游对他影响最大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古巴的革命家 切格瓦拉 对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 对他就是他写下来一本书 叫做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 那后来有拍成电影 就是他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呢 他跟他的同学 两个人骑一个破摩托车 他就想要把南美绕一圈 那从那个过程里面 他就去看世界 看到不同的地方的人 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他自己在想说 他是不是要一辈子就是做医生 人过上流社会的生活 就他后来他就放弃 他去当一个革命家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年轻人在这个阶段去旅行 就是你要去看世界 看这个世界的需要在哪里 然后我们才知道说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才是有意义的这样子 其实安藤老师他在这一本都市彷徨里面 他分享了非常多都市旅行的一些 他的笔记 和他的思考 那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旅行给他非常大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都反映在他 对于设计的一些思考 跟他的思索上面 那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可惜 没有办法真正的出国 就变得比较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 中台美术馆所举办的这个展览 其实是可以跟着老师的作品 在展览当中 随着老师的这个作品 到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地来去旅行 那同时也感受这些城市 带给安藤老师的一些影响跟启发 那接下来想要再跟两位老师多聊的是 就是在刚刚两位老师的分享里面 其实都有提到 安藤忠雄他是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建筑师 那他曾经写过一本 连战连拜 就是他是一个斗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师 那所以甚至在刚刚中哲老师的分享里面 也有提到他在2014年15年 其实当时已经这个癌症治疗 他其实身体非常的虚弱 但是因为有新的这个建筑的计划 跟皮诺的合作 让他再次燃起斗志 所以他到现在依然还可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 来去做互动 然后甚至在刚刚他的分享里面也提到 他对于这个乌俄战争的一些关心 对于世界的关怀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意志力的一个建筑师 那我想要请两位老师在针对 就是关于这样一个具有挑战的精神 具有意志力的一个建筑师 两位老师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精神 跟建筑创作之间的关系 又是我要先讲 我相信如果是做建筑的应该会知道 我们做建筑这一行 的确是需要很强的缠斗的能力 因为其实我们要战斗的 不是只有面对自己的设计 我们其实因为建筑师其实 比较不是一个fine art的这种艺术家 他其实无时无刻都要面对很多的群众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只有 比如说如果你只是设计一个住宅 你光是要去思考那个业主本身 他的经济条件 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文化 他的某些各方面很细腻的东西 这个东西你就要很长时间的 跟业主方使用者有很多的对话 你常常要不断的去 你所做的提案可能常常会被打枪 你可能常常会被否定 所以其实我们读建筑第一件事情 学到的事情就是 学会怎么样有一个坚强的心灵 随时要面对老师的否定 我们那年代通常如果说 以现在的方式来对待现在的学生 我们可能都会被控诉说 我们在霸凌学生 但是以前 他们很可能会把你画得不好的东西 就直接撕掉或者说 或者是就是说这是什么垃圾之类的 但是也就因为 那个不断的能够去面对很多 很尖锐的这种否定之下 我们会被训练成是有意志力的 那更何况我们还要面对这个 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说公共的大众 如果说你做的是公共建筑的时候 你要处理的事情就更多繁杂 而且有可能有很多的行政的工作 跟手续当中 也因此那个意志好像就不只是那么单纯的 它其实是一个必然 而且是一个必须 好像是这个建筑这个行业 所必要存在的一个条件 是 要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其实安藤老师有提到 他是一个把失败的经验作为养分 然后在他下一次的提案当中 他就会把上一次的这个经验再融入 然后来进行他新的提案 那请清志老师这边也来分享 我觉得安藤忠雄令我们很佩服的 当然一个很重点 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 所以我们台湾人对安藤忠雄 我知道2007年的时候 他来台湾演讲 在小巨蛋 可能我们当中有人去参加过 那是万人演讲 那日本的媒体也说 台湾居然有万人的 听安藤忠雄来演讲 但是大家非常有兴趣就是 怎么会有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人 他会变成世界的建筑大师 所以大家就问他说 你是怎么学建筑 他说他第一个是自学 第二个是旅行 然后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比较没有讲到 就是他有说到他自己的建筑 其实就是一个斗的建筑 就是fighting 因为他过去成为 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 他以前做过很多事情 他开过卡车 他当过拳击选手 他当拳击选手是因为 其实他小时候也爱打架 然后他后来就发现 有一种行业可以打架又赚钱 就是当拳击手 而且当拳击手他如果打得好 他还可以出国比赛 因为在当时没有开放观光 所以他就打到还蛮好的一个阶级 然后他可以出去奋战这样子 后来你就发现 他的一开始 他的事业不是那么的成功 因为他也没有关系 在日本 通常你在建筑界如果要很厉害 要出人头地 你通常要两个学校毕业 一个就是这两位 读的东京大学建筑系 要不然这是京都大学建筑系 如果你都不是的话 你根本没有人会照顾你 也没有人会帮你签关系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 他这个在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他都是只是自己做设计 然后去推销给别人说 我帮你做这个设计怎么样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 而且呢 他必须要参加很多公部门的禁途 那个禁途很多时候他都是失败的 所以他就像打拳一样 不断的失败 然后他不断的站起来 所以就是连战连败 那他就 这就是他的所谓 斗的建筑 一种不断的奋斗的精神 这个部分的确是我们会觉得很佩服他 因为他也是等于说是没有关系 而且他以前 你知道他小时候 家里没钱 他读科比义的书 是到那个二手书店去 找那个科比义全集出来念 然后你也念不完 他晚上他怕被人家买走 他把那个书藏到那个书店的角落 你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 然后第二天去的时候 又把他拿出来继续读这样子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 我们会觉得他 会觉得很敬佩他 就是他的确是一个 从以前开始就是非常奋战的一个人 是 老师他具有这样不畏惧困难 跟挑战的精神 其实在筹备这个展览的过程当中 我也一直非常好奇 老师这样的精神到底从何而来 那每一次我们在筹备的过程 有时候会接触老师 有时候像是今天那张的影片 还有跟老师开会的过程当中 我慢慢的理解到 老师他是抱着一个希望 那甚至是在刚才的影片里面有提到 这个希望从何而来 有的时候是老师在 他的人生经验当中的一些观察 那有的时候 就像是他刚刚在影片当中所提到 在罗马万神殿的那一道光 在光的之外就是那个希望 所以在安藤老师的作品当中 光影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这次的展览当中 也特别安排了 筹备了这个1比1的光之教堂 希望可以去原汁原味的去呈现 这个光之教堂的一个精神 那他也是安藤老师在所有教堂当中 唯一一个是真正的 就是信徒们所使用的一个真正的教堂 那我再稍微补充一点 刚刚我们的影片其实也有看到 就是安藤老师对于那个 实际的光之教堂 十字架上面的玻璃呢 他是非常非常想要把它拆掉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展览当中呢 如果有看过展览的朋友到现场 就会发现我们是真实完整的呈现 安藤老师的理想 也就是这个十字架是完全镂空的 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 我们跟安藤老师也有经过几次的讨论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室内来打造这个光之教堂 但不是在户外 所以很难完整的去表达这个原本的户外的光线 所以我们曾经跟老师提议说 那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些调整 老师非常的坚决 他说不 就是要完全的镂空 就是要维持现在的样子 那直到就是我们后来理解到 原来在真正的光之教堂 他是有点妥协的加上了这个玻璃 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 也就是说 其实安藤非常强调的是一个 在某种极限的状态中 你才有办法激发出人的潜力 他其实 他曾经有一句话其实影响我非常大 他在安藤都市保障这本书里面 有一个提到说 他的体重 大约三四十年来都是只有67.5公斤 他说如果 如果他自己没有办法 试着去控制他自己的身体跟体重 他到底能够完成什么事呢 他其实没有在说你们必须这么做 但是他是要求自己 那坦白说我其实 对我自己好像过去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纵容的 所以我曾经胖到将近100多公斤 但是我不曉得或许是在某种程度的 某种感召下 然后也可能冥冥中 有一天你们可能要找我来这边上台 要来做这个分享 所以我就在这两年疫情期间 奇迹式的瘦了20公斤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好像比较复活 好像比较可以去回应那个安藤先生 他在说你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没有办法去控制 那到底你能够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毅力是 来自于很坚定的那个实践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那个光之教会的 一开始其实他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那个业主 是跑来说安藤先生我们想要做一个教堂 但是我们没有钱你可以帮我们做 他说蛤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说因为我曾经在听你演讲 你说要没有钱才有办法做出好建筑 他就觉得他的意识被曲解了 可是就被硬拗 所以他只好吞下去 然后真的就把他做 所以他在帮他一起去检讨怎么样 用最最比较经济的方式来做 然后怎么样去研究那个荷泥土该怎么处理 以及他的家具要怎么样来删减这件事情 甚至是有一度已经快要盖到那个屋顶 他但是钱还没到位 他甚至还跟那牧师说 你们基督徒不是都很这个信靠神 然后要同心合意吗 你们应该可以一起撑散在那个没有屋顶的教堂里头 好好地礼拜祷告啊 然后听说牧师给他很强烈的白眼这样子 不过总之就是他有点自己在谈笑风声当中 但是他总是随时在思考怎么样去解决现实的问题 而且不是妥协 而是他总要找到那个机会 然后去处理去面对那个事情 也因此能够最后似乎都能够来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其实跟他说他总会在那个孤单孤苦无一的时候 最后找到一条路 然后全身而退 然后再走向下一次的旅程 其实他甚至连每一个他的建筑作品 某种程度上都算是他个人的一个 在建筑里头的一个旅行的状态 我个人是这样子来解读 我这个光的教会我再补充一点 其实我们知道安德忠雄只有光的教会是有信徒聚会的一个场所 安德忠雄基本上他的设计就是希望追求一个非常纯粹性 对他在设计这个光的教堂来讲 其实他的手法非常适合基督新教的一个美学 意思就是说如果去欧洲看那些老的教堂基本上是天主教的 那他很多的雕刻啊很多的装饰 可是基督教就不要这些装饰没有这些雕刻 所以呢对安德忠来讲他的现代主义的美学 其实非常符合基督新教的这种美学 所以呢圣经上说神就是光 所以他就只创造了一个十字架的光照进来 不过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你去欧洲的教堂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进去那个那个哥德式大教堂 然后都很暗 然后上面就有玫瑰窗上面有光线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震撼嘛 好像他进到这个郎香教堂一样 那个光从四面八方来 可是对基督教的教堂里面 如果真的要聚会的时候 像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 我们要读书 要读圣经 要唱诗歌 都要看得到 那那个空间来讲 基本上是太暗了 所以他们后来也在那个教堂旁边有装新的灯 那聚会的时候就把它打开来 不然就暗云蒙什么都看不到 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就是如果你去那个教堂的时候 你就发现跟我们现在的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进去看完的时候 你在那个1比1的那个后面 它就有一个布连拉开来 你就从那边出去 那个门是真实的是没有 真实的那里是摆一台管风琴 那那个管风琴是后来加装的 那他们订的也是去欧洲订的 本来订的你知道 欧洲订来的手工的管风琴 都是像在国家剧院一样 都是非常的雕刻很漂亮这样子 可是安藤当然是不能接受啊 他就叫他一直改 改到最后像一个木箱子很丑这样子 可是他最后还是把它接受这样子 所以真实的情况 可能跟他的理想中的那种 非常纯粹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安藤建筑的美学 跟他的设计风格 到底要怎么来看 就是说我们通常在看这个设计 或真实世界的状况 其实我刚才提到说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看到安藤建筑 其实有一种得到某种救赎的感觉 因为会觉得说好像在那个后现代状态 有一大堆符号 有一大堆这些不必要的线条 或是说很复杂的这种装饰性的东西 但是他的这个建筑的出现 其实某种程度上 其实我一开始谈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真正的所谓的 属于20世纪的建筑师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20世纪是一个用一个纯粹的 用这个工程师美学用一种抽象化的方式 来解释非常繁复世界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的设计是一种减法的美学 也是最近我们好像台湾设计研究院 一直在跟民众分享 就是说到底你怎么样把很些累赘的东西 简化到某种纯粹的状态下 去看到那个真实的本质 去回应真实问题的状况 然后以一个最实际最经济 而且有合理的一个状态下 所呈现出来的造型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 安藤在当初学习建筑 受到密斯跟科比义的这群 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 所产生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跨越时空来到台湾 这么受到回想 受到喜欢 原因是因为台湾其实 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似乎都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经验过一个 所谓的完全的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 就直接从六七年代冲进去 那个后现代的状态 因为我们突然经济起飞 突然大家 缓条件环境开始改变 所以那个 有一点把那个192030的那个年代 那时候是台湾 开始要准备发生战争 或者是说 是台湾还在经历 19世纪末的那个 样式建筑的状况之下 而在所谓的现代性缺席中央之中的特殊情境 一直到90年代 末期甚至誇张是2000年之后 大家才终于好好愿意接受 清水护泥土这样子的一种 所谓的减法美学的状态 好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提供了我们如何在观看 安藤老师作品的一些诀窍 那我这边其实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我虽然是念东京大学 但是我念的不是建筑系 我念的是跟博物馆经营 美术馆经营相关的科系 所以其实呢 我在日本对安藤老师 当时我是具有一些偏见的 那那个偏见是来自于我的 环境的不管是老师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博物馆界的从业者 他们会批评安藤老师的作品 就很像是他个人的作品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 这个使用者的方便 所以他们就是灌输了我非常多的 这些负面的意见 所以导致我其实 在还没有筹备这个展览之前 坦白讲我对老师可能也有一种 被影响的这种偏见 但是在筹备这个展览的这两年 接近快要两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透过阅读老师的许多的著作 或两位老师的 亲自老师跟忠者老师的著作 还有实际跟安藤老师接触 的过程当中 我慢慢理解到 我过往所知道的安藤老师 其实是错误的 那有两个地方是我觉得最 我是在这一两年 我才慢慢理解 第一个是安藤老师 他绝对不是一个个人主义式的建筑师 他是非常重视团队 这个在我们刚刚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 还有老师自己写的书里面也有提到 他常常说建筑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它是社会的产物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团队才能造就的事情 所以他非常尊重这些一起建造的施工者 包含他提到这个班尼顿艺术中心的 这一群热爱建筑的意大利的这些人 这一群团队 还有他非常尊重这些具有热情的业主 就是包含皮诺先生跟福武先生 这是他重视团队的一个部分 这是我过往在日本 就是被这些偏见轰炸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的 因为安藤老师的名气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 就有这样的一个偏见 那除了重视团队之外 还有第二个部分是 当时有很多的日本的美术馆 他们会说 安藤老师设计的作品 就像是一个空箱子 他只是一个好看的空箱子而已 所以这是他最受到批评的部分 但是我在这一两年当中 我发现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 在安藤老师的设计的作品当中 有非常崇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性 刚刚在两位老师所提到 不管是他奋斗的精神 或是他透过光的表现 想要传递的这个精神性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就是 其实安藤老师他非常重视 这些文化设施的营运 就包含在这一次 就是在这几年 他一直不断的推动 儿童图书馆的建设当中 他其实重视的 不是只是建筑的建设而已 他在跟我们开会的时候 他不止一次的提到 在建设好这个图书馆之外 更重要的是 是谁来经营 他有没有一个经营的团队 他能够有一个完好的经营的计划 跟专业的这个团队来去营运 所以这个也是打破我过去对于 安藤老师的一个偏见 所以就是也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 那因为我们时间还有大概 剩下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我想把这样的宝贵的时间 来交给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 如果有感想或者提问 也欢迎在这边来交流 马上就有一位 我们请工作同仁 第一麦克风 想请两位老师 就是安藤大师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建筑 那这次很难得有机会 把他的代表作 这个搬到台北来 在一个展里面去做呈现 那是不是两位老师可以 以你们自身多次去看这个展的经验 教导我们 可以怎么来看这个展 那在这次的展里面 可以得到怎么样一些highlight的重点 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一次的展览 我觉得这个展当然是很丰富啦 那对于如果从来没有接触过安恒忠雄作品的人 他从这个图面啊 从模型 甚至从1比1的这个空间的再现 我觉得应该都是会得到一些不同的启示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鼓励像青少年啊 或是大学生都来看 就不是当做是去看那种僵尸展一样 僵尸展就是一个噱头而已 可是我觉得这个暑假 其实最棒的展应该就是安藤忠雄这个展览 因为它的确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如果你是对安藤忠雄非常了解的人 你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当然安藤忠雄这里 这里展的大概300个作品左右 那安藤忠雄的作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我们去看了很多的作品 其实他都没有放在里面 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作品都收到里面去 那你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安藤忠雄的创作量真的是非常惊人 真的非常惊人 然后每一个案子都有他独到的地方 那我们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第一个除了当然你去体验这个建筑 然后去感受这个安藤忠雄的设计的多厉害 我其实觉得还更重要的是 一个是他这个年轻的时候的旅行的部分 然后他画的那些sketch 我都觉得那个是值得去学习的 因为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 他们以为在网路上这样子滑一滑 他就已经滑游全世界了 他已经懂很多东西了 那对建筑的理解来讲 其实我们都知道要去体验建筑了 就是你必须旅行到现场去 你可以感受到那个空间里面的空气 还有它的温度 还有它所有的质感等等的 那个不是你在网路上滑一滑你就可以了解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安藤他给世人带来的影响 不是只有在建筑上面 那也包括他刚刚讲到他奋斗的过程等等的 还有他提到最近都一直提的这个千苹果 我觉得这个也是常常给我们一些提醒 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年纪 你都要有那个热情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工作上面 就心里都要有一颗这个千苹果 然后你要有这个热情不断的做下去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可以分成各种不同 就是这个展览它可以提供各种不同的身份的人来看这个展览 比如说如果你是建筑系的学生 你是学设计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他画的那些图的笔触 或者说他那些模型的制作 他用的素材以及他的表现法等等 他一定会成为你在进行操作设计上面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养分 这是一个 那如果是您只是一般民众 你是对建筑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他最宝贵的地方 他会让你看到说 美术馆可以长这个样子 然后一个所谓的学校可以长这个样子 比如说我很喜欢他那个Benetton 那个意大利的那个空间 然后他里头有很多不同的纯粹的造型 怎么样让整个空间串在一起 那个事情我都觉得 让一般人去打开眼界 所以说原来建筑的潜力可以到这个程度 因为很多时候 以我所了解的这个状态 很多时候台湾的这个境内的 不管是一般的建筑师也 还是一般的这个业主也 他们为了要让这个建筑好盖 或者是说能够顺利的迅速完成 或者是说能够成为他的某种这个政令宣导 或者说那个政绩的表现 因此他们要追求一种非常经济快速 有效率而且简单容易可交差的作品的话 那个我觉得那不是建筑应该有的样子 我觉得在安藤忠雄的这个展当中 某种程度上他拉回一个原点 让你去了解到建筑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表情 他能够有多大的射程 他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展览里面 他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主题去串整个展览 他里面 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背起来 其实还可以大家可以去看 他里面有提到他一开始跟自己的对话 以及他后来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的挑战 以及跟都市的对话 跟景观的协调 以及他这个甚至是到这个地方创生 跟这个旧建筑的对话再利用 其实我认为光是旧建筑再利用的 这个议题就值得所有在台湾 国外的古迹是要让他里面成为一种 讲夸张的 他会变成一种生化兽 他会变成一种新的有机体 然后能够吹进新的气息 而有新的生命 那样子的东西才是真正一个 一个所谓的古迹保存再利用的 对的方式 那如果说你只是一个追星者 那很好因为他所有的这个作品都很好拍 都很好打卡 只要我相信你如果来看一场展览 你至少可以打卡三百次 因为有三百个作品 我觉得都非常好 所以太精彩太划算了 我都想要回去把所有的学生都带来看 因为他是可以让我从大二学生看那个图怎么画 大三学生看那个城市的这个复合机能怎么处理 到这个做毕业设计整个project 他的整个program该怎么拟定怎么设定议题 全部是一整个完整的沉浸式的体验 然后如果你是基督徒 欢迎到光的教会里面祷告 唱圣歌都很好 感谢主 好主持人还有两位我们的学者 我想请教一下安藤宗雄 他从2017年从东京出发 那么最终在来到我们台北 那两个面向 一个就是安藤他本身自己 针对这五年来在不同城市的 这样展出他的一些心得 那第二个呢 来到最终在我们台北 在不同城市当中 那么跟城市当中这些观展人的对话 来到我们台北 有没有些哪些不一样 好谢谢 那可能这个部分由我来简短的回答 那谢谢您的提问 就如同这位朋友所提到 这个巡回展 其实已经巡回了非常多的都市 从东京 巴黎 米兰 上海北京 然后一直到台北 台北是最终站 那老师他也非常开心 能够在台湾这边来举办 这个巡回展的最终站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展览都有不同的调整 跟不同的这个版本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台北展 我们特别打造了一比一的光之教堂 那这个并不是每一个都市都有的 这是其中的我们台北展的一个特色 那第二个是我们这一次台湾的展览里面 我们在一间来去做一些调整 那也非常感谢老师 对我们中泰美术馆团队的信任 所以在这次展场的空间规划上 老师其实有听取我们现场团队的许多的建议 然后来完成这一次巡回展的最终站 好谢谢 那老师要 我补充一下 就是 在那个展览里面 关于台湾的部分 我发现这个非常有趣 其实安田忠雄不仅是设计教堂 设计寺庙之外 其实他设计望阿宝也很厉害 那我们在他作品里面看到那个 北海道那个头大口就是望阿宝 那你看到这个像本福寺啦 水玉堂 像这个南岳山光明寺 那个全部都是灵谷塔 那他 当然他里面有一个案子就是 这个我们在三支那个龙岩的案子 那个还在这个施工中的 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灵谷塔 那是往地下去的灵谷塔 那我觉得他做的灵谷塔 还有这种应该讲死亡空间 其实都设计的很棒 教授博士还有总监你好 那我刚刚好教授 刚分享的安藤老师在亚洲这边 选择台湾最终站 那我们也知道在台中雾峰 有那个雅大美术馆 那我想问一下 对于三支的那个建案 就是老师 博士你们有什么就是见解跟看法 对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案子非常有趣 是因为 如果你去北海岸三支那边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家的这个灵谷塔 而且那个灵谷塔盖的都像摩天大楼 甚至到晚上还打灯很可怕 那我觉得在三支或是北海岸 就是在自然的地形里面 这些灵谷塔有一点破坏我们的这个自然的山水 那安藤做得很棒就是它往地下去 那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台湾人会盖灵谷塔 是盖成宝塔的形状 就是因为 中国的传统里面的宝塔是正邪 所以你看那个白蛇传里面 那个白蛇青蛇都被震在雷锋塔底下 因为 中国传统上就是 宝塔就是要来正邪的 所以 那个灵谷塔都会盖成那样子 可是我觉得安藤就是因为他是大师 他可以盖一个跟我们传统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往地下去盖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 那么他往地下盖 他就不会破坏整个山水的这个自然的形状 而且呢 他不仅是这样 他还要旁边要种3000棵的这个樱花树 那如果照着我们在三支那个天元宫 不是每年春天都有樱花吗 表示说那个地方樱花种起来是应该是会成功的 那将来如果3000棵樱花都种起来 应该是会很漂亮 到时候又变成观光圣地 那钟哲老师 我是还没去过 可是他的那个 其实我们展论里面有一个很棒的那个模拟的那个影片 他其实是一个 你怎么样进入到那个水池 然后慢慢地潜入到那个地底的空间 而且是一个环绕回游的状况 而且他让 我认为那个作品是一个 如果用建筑的语言来讲的话 他就是 罗马万神殿加古根和美术馆的一个结合的状况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补充 在安藤老师的作品当中有许多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跟人的生命有关 或是人的信仰有关的作品 那都代表非常崇高的精神性 那我相信在老师他所呈现的这样非常静密的空间还有光影的变化 都会引领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俗的烦扰 然后可以沉淀自我 然后来跟自我对话 那我们也很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安藤忠雄展挑战这个展览 我们将老师非常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也希望今天来听演讲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看展览的 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那如同刚刚老师在影片说的 看过一次还可以再看第二次 每一次都会有新的启发 那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对谈就在这边做结束 那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参加 那我们是不是用掌声来感谢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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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